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开始发觉 女仪菲尔完全值得更好的男生 尤其是看了最新一期的预告节目 更是觉得男儿阿卓的表现一言难尽 在听闻有新的女嘉宾到来时 阿卓是表现得最积极的一位 而这一切被菲尔看在眼中 她甚至还忍不住模仿起阿卓当时的激动神态 起初只是男仪恐龙的玩笑话 没想到节目组真的安排新的女嘉宾亮相了 在见到漂亮的女舞妮妮后 系着围裙的男儿立刻主动帮忙 率先获得了跟女舞单独相处的机会 女舞是一位非常漂亮可爱的女生 而且也会乐器 这点跟阿卓很匹配 由于初来乍到 女舞跟嘉宾们都不熟悉 所以第一晚的新动录音 她便顺利成章地推给了帮她提行力的男儿阿卓 看到阿卓应了女舞的要求 怪异地在原地转圈时 菲尔的表情有一瞬间是格外的失落的 或许善良的她一直在等待着男儿做出真正的改变 可惜两人如今渐行渐远了 好在男舞许杰威的到来 彻底解救了菲尔 虽然她是一位阳光帅气的体育生 可却同时拥有着心思细腻的一面 碰然心动20岁 漂亮女舞来了 男儿表现积极 女一被男舞暖心照顾 和女一坐在一起用餐时 关注到对方坐在空调吹风口 女舞会暖心地询问是否需要调整位置 同时也会主动帮女生拿饮料 挑出碗中的蒜瓣 总而言之 表现得相当的绅士 是位很不错的男生 如今碰然心动20岁这档节目的嘉宾 已经全部到齐 那么你最喜欢哪位嘉宾 又看好哪对CP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